书接上回 刘庸是太后育儿甘殿下 加封三千岁建官大一级 和身不服 都是中腾 我是满中腾 他是汉中腾 按着级别说 和现在吧 就说现在咱们 您能理解的这俩人都是不级 正不级的干部 应该算平级 但就因为太后当初有这句话 刘庸呢 见谁都大一级 刘庸倒不拿得欺负人 但对和身可不客气 因为和身是大大的贪官 所以和身让刘庸啊 治得够呛 老公皇上抱屈 皇上最喜欢他 那时候乾隆为什么喜欢他 这个人也没有什么真材实学 但是长得好 长得怎么好呢 这个和身呢 是男生女相 有道是男生女相必有贵样 和身长得白白胖胖呢 细眉长目 高鼻帘 小嘴 长得不寒碜 可要一解 广长得好没用 他长得呀 酷似一个女人 他像谁呢 他长得像乾隆的一个爱妃 董厄氏 董厄氏病死之后 乾隆很长一段时间 难以排遣 精神很不好 他这个 御前侍卫打 钉锁提炉的和身呢 就打灯弓这个呢 长得像董厄氏 突然间有这么一天 乾隆爷睡得迷迷抄抄的 猛这么一睁眼 看和身在跟前站着呢 眼神花 这眼离极了 认错了 愣认成董厄氏 一把碰给攥住了 啊 子童 吓和身一跳 和身一看 黄上他怎么了 子童 旁边没人 我不知道万岁爷还耗这个 乾隆说我耗哪个呀 这才行 哦 你是谁 普通怪气 我御前示威 我叫和身 抬起头来 我一看看 四目相对 一看越看越像 越看越像 男生女像 长得像董飞 打这以后喜欢上了 把他吊到身边 一层一层往上踢 一层一层往上踢 三级三级的跃 这一下 雨门三级浪 平地一声雷 陡然而赴 好家伙 跟做火箭一样 由以前侍卫打灯弄的 眨眼之间到中堂 满中堂 兵部上书 九门提督 五英殿 大学士 还了的 那皇上最喜欢他 他因为不服刘勇 跟皇上念叨 你老太后啊 我可不敢埋怨老佛 我跟天下就完了呗 怎么还见官大一级呢 您别忘了江山是咱满人的江山 那么这满官老比他低的一级 这算怎么回事 潜龙喜欢的 甭委屈 甭当我给你做主 明天我封他 那还封 再封不更大了 不封完他 他就矮了 那奴才我不明白 不明白 明儿你就明白了 第二天早朝 宣刘勇和神上殿 两个人品级山头了 这么一跪 山呼万岁 行礼一毕 啊 刘爱卿 沉 甭当我呀 实在是喜欢你 为什么呢 忠良可敬 为我打清的江山 可以说废寝忘食 操尽了心血 甭当我又破格提拔 臣谢主隆恩 刘勇一听 这是唱的乃出 和神在旁边也跪着 从来封我 没当着和神的面 为什么 这封我对他不刺激吗 那皇上干嘛了 哦 明白了 和神不定办什么缺德事了 最近呢 皇上心情不好 不定哪 他气着皇上了 皇上要给他的样瞧瞧 当着他的面封我 这事呀 给他个颜色瞧 听着吧 哦 破格提拔 还怎么破格提拔呀 我已经见官大义级了 家封三千岁了 再封 再封我就快跟他平级了 还往哪封我呀 听着 乾隆说 刘爱卿 自我大卿定顶中原以来 有燕云 汉不统军 满 不点圆 汉人没有当军队司令 因为这个满族靖官 想当初 在明末的时候 李闯王造反 李自成这股势力很大 建国号大顺 已经都打下半辣 中国 来了 那么大明朝呢 末年呢 政治腐败 打不过这个李闯王 一直让李闯王 打破了北京城 这个李闯王的部队 进了北京之后 有好的 有不好的 其中有大将刘宗敏 霸占陈元元 陈元元是个青楼女子 但是陈元元呢 他接触的人很多 其中就有一个人 叫吴三贵 这吴三贵呢 是两辽总兵 在东北 听说北京那儿 自己的爱妾陈元元 让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 给霸占了 冲官一怒魏红颜 这才出关 出了山海关 见老王托尔古恩 请来了清兵靖官 二十万铁骑 这才踏破中原 引出来 扬州时日是家定三图 那么大清朝的铁骑靖官 是连李自成代明了 就全灭了 但是嘴上说的漂亮 我们是帮助大明朝 来平叛乱的 我们得的不是 大明朝的江山 我们是得的李闯王的天下 他用这么一种 言辞来修饰自己 那么大清朝呢 到了中原以后 建立大清 把大明给灭了 对这个汉人呢 要加以利用 加以统治 但绝不能让汉人 掌兵权 所以释凡 各个军区 当时各行省 提督 巡抚 那都是满人 没有汉人 汉人在京当文官的也有不少 带兵打仗的没有 这叫汉部统军 满部点缘呢 满人没有重状元 尤其在清朝中期 清朝中期前期以前 满人就学问不成 那比汉人差远了 所以这重状元呢 全都是汉人 所以有这么两句话 叫汉部统军满部点缘 您可听明白 我说这是清朝中前期 到了清朝中后期 道光以后 汉朝的汉族的文人 什么左宗棠啊 李鸿章啊 这样的汉人 袁世凯啊 都曾经拿过大军权 统治朝野 这是汉人真正占上风 是在这个道光咸丰以后 这是后文书 咱哥就不提 单说掩麦钱 就因为你刘庸 为了大清江山 废寝忘食 操碎了心了 不是汉部统军吗 我破格提拔 我给你个五职 加封你为八旗副都统 这可厉害了 八旗啊 八旗是清朝入关以来 建立这么一个军队制度 满八旗 蒙八旗 汉八旗 一共是三八二十四旗 这一旗有多少多少兵 都是有规定的 我不必给您细说 在北京呢 旗人最多 这您也都清楚 那么现在 加封 刘庸这么一个汉官 汉人 为八旗副都统 您别看 官不大 确实是破了格了 允许你带兵了 陈刘庸 谢主 刘庸脑子多快 这谢主说出来 龙恩都甭说就明白了 干了 回头一看 和珅 洋洋自得 和珅也明白了 封完了 他就比我小了 我是八旗正都统 他来个八旗副都统 打证我管着他了 我正部 他副部了 这算行了 和珅一看 高兴了 刘庸可也明白了 毛病在他这 我这还琢磨着 要给他点颜色桥呢 感情不是 是给我点颜色桥 这是给我戴眼罩啊 他是八旗正都统 给我来个副都统 打证以后呢 他比我大半级 有什么事 我得跟他商量着办 还得请示他 完了 金殿上不能说不要 皇上对不起 这关我干不了 我来的不合适 您让钱给别人得了 那不能说 就得谢主隆恩 好 刻日上任 下边去吧 大俩都哄下去了 和珅气流涌 要中堂 何中堂 咱们同袍多年 是是是 一见称臣 这么多年 同僚之意 你我的感情是最好 那错不了啊 咱们哥俩有交情 这个汉人从来没当过八旗都统 不假 皇上老爷子的恩典 是 我是正都统 您是副都统 别看我是正的 您是副的 要讲这个学问 我还需不入您 不能那么说 您何中堂学问也不小 要讲究办事能力呢 您也比我强 哪这话您客气 日后咱们俩还得多亲多近 有不明白的时候呢 我还得多向您请教 虽然说拍板得我拍 定什么事得我定 但是呢 我都会找您商量 您的意见 要是参与进来 那对于我最后 决策性的意见 是很有帮助的 哈哈哈哈 回见 这不气人吗 哦 拍板得你拍 我得亏你管 我得听你的 那得多登 刘勇一琢磨 小子 你不气我吗 你不八旗的正都统吗 我不副都统吗 行嘞 我这一两天 我就要你的好桥 我非让你安生骂不行 倒看是你厉害 还是我厉害 回家查账去 回家查账 什么账 他们家有本坏账 刘勇有个外号 叫刘三本 有三本坏账 这三本账上全是坏主意 回家得翻 刘勇回家把这三本坏账拿出来了 第二本 第十七篇 第八行 第四摊上 有这么一坏主意 行了 第二天早晨起来 早早班班的可就到朝房了 文武两班全都到了 一看和珅坐在那儿 闻着鼻烟 这派头足 撇春咧嘴 我正都统 他副都统 我比他大半级 大伙可以都知道了 昨天万岁 封了刘勇副都统了 看刘勇怎么样 大伙这正琢磨着 就听有这奏事处的小太监 高声宣读 说文武两班听真 有本早奏 无本卷连朝散 是请假还宫啊 臣刘勇有本 这是一句话 奏而出的小太监一听 哼 来了 还是他 每天我说完这句 准是他 接这头一句 陈刘勇有本 有事没事 他得上金店上待会去 这人外号叫刘三本 一个他家里都要三本坏账 另一个呢 一天三本 一天三本 今天参文明天参舞 有事没事 他得上三本 你还别招他 你招他 他分着分着给你揍 前些天 因为参河南巡抚 连上十八本 三六一十八 他要揍三本啊 那算好的 我早点下班 腻为透 奏处的小太监腻为 皇上也腻为 乾隆坐在连龙里头一听 得 又是他 昨日我不加工的副都统了吗 让我消停两天 这一份 由本早的吴文卷连朝餐请假还工 准是他 宣流用随止上电 宣流用随止上电 陈 卖部上电 手脸的朝猪 低头 看自己二纽帕 卖方部亮缺底 一步三摇 哆嗦着就上金殿了 这是清朝 他的服装 你要明朝呢 沙帽园领 笼发包金 清朝呢 朝猪补卦 袍袍 顶着铃子 上殿不能抬头 得低头 看哪 看自己的二纽帕 低头看二纽 手里都捧着朝猪 双手捧朝猪 低头看二纽 卖方部亮靴底 一步三摇到金殿上了 扑通 品级山头了 皇上坐在这连笼里头 在连笼以外 这有台阶 台阶下边这事 往这这么一跪 臣 刘庸 有本 皇上一听 想 爱情 有何国事议论呢 刘庸一琢磨 皇上皇上 和珅是正都统 加封我个副都统 打算让他管着我 妈的妈 那叫姥姥 你想瞎的心 问我有何国事议论呢 说出这事来 就得吓死你 让你跟和珅俩人吃不了 都得够喝一壶的 饭会 您请 听